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斯尼 这一节我们要看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算法题 它的题目是使用两个堆栈来实现一个对列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堆栈和堆列的它们这种数据结构的特点 那么堆栈的特点是元素的后进先出 也就是说我最后一个压入堆栈的元素呢 在弹出来的时候它会最先被弹出来 而堆列的特征呢是先进先出 也就是说第一个加入堆栈的元素在出对的时候 也是它最先被弹出来 那么根据这个特点的话 我们要用一个后进先出的数据结构 来去模拟一个先进先出的数据结构 那么根据证明呢 这个如果使用一个堆栈来实现一个模拟一个堆栈的话 是不可行的 那么用一个堆栈模拟一个堆栈不可行 这个办法这个原理呢是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数据证明 这个数据证明的论文叫做the power of the queen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看这个论文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华人 在IBM工作的一个华人来写的一个证明论文 那么用一个堆栈来模拟一个堆栈不可能 但是用两个堆栈来实现一个堆栈是可以的 那么大家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题目就是 我们给定一个 我们要求用两个堆栈来模拟一个堆栈 这个堆栈呢有两个操作 一个是incoin一个是dcoin incoin呢就是把元素加入到堆栈的末尾 dcoin呢就是把堆栈这个头部的元素给取出来 OK那么要求我们的算法复杂度不能分配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呢 如果执行m次这个incoin和dcoin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算法的实现复杂度不能超过这个om 也就是说不能超过这个 跟这个m次操作必须是个线性关系 然后我们的空间复杂度不能超过o1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分配多余的内存 OK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道题是 应该是怎么实现的 好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假设我们有两个堆栈是stakea和stake b那么用incoin将元素加入这个 incoin加入这个对列的时候 大家我写错了加入对列的时候呢 我们要直接由于这个incoin呢 是把这个元素直接加入到对列的末尾 于是我们这时候模拟的 就是把这个元素直接压入到堆栈a 那么如果要使用dcoin把这个对列的这个头元素出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stakeb中的元素出战 如果这时候stakeb中没有元素的话 我们就把stakea中的元素着个弹出 然后着个压入stakeb 那么压入对战b之后 再把对战b顶端的元素给弹出来 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假设我们通过一个incoin构造一个对列如下 首先incoin1 然后加入2 然后incoin3 incoin4 incoin5 所以5是在对列的末尾 1是在对列的这个头 那么由于incoin的话 我们直接把元素压入对战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先压入1 然后压入2 然后压入3 压入4 压入5 由于5是最后一个被加进来的 所以5在对战a的顶部 这时候这个对战b为空 此时如果我们想用dcoin来获取这个对列的这个首元素的话 也就是元素1的话 对列头这个元素的数值是1 那么我们这时候需要把这个对战b上的元素先直接弹出来 在弹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对战此时为空 于是呢我们就要做一个操作 先把这个对战a中的元素逐个弹出来 然后压入对战b 这时对战a中先弹出5 然后压入b 然后弹出4 压入b 弹出3 压入b 弹出2 压入b 弹出1 压入b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对战b的元素就是形成这种情况 在对战顶是1 接着是2 接着是3 接着是4 接着是5 大家看这个次序呢已经跟我们这个对列的次序是一致的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对战顶部的这个元素1给弹出来 那么就可以了 OK 那么我们这个算法的实现是不难的 难的是如何证明我们这个算法 是满足这个线性复杂度的 大家看一下 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当我们谈低窥操作的时候 如果对战b没有元素的话 我们需要把a中的元素全部倒到这个对战b 那么如果a中有n个元素的话 我们的操作就是on 假设如果我们这个低窥操作的时候需要频繁的将对战a中的元素 倒到这个对战b的话 那么我们就无法保证我们这个做法就真的是一个线性时间的复杂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它仍然是即使有这种倒腾 但是这个算法仍然是线性的 主要是这么分析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元素被操作的次数不超过三次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元素5 那么它第一次被操作是压入堆栈a 那么第二次操作是什么呢 就是把5从对战a倒到这个对战b的时候 那么第三次操作呢 最多就是把这个对战5从这个对战b给弹出去 所以一个元素呢 它三次操作分别是压入对战a 第二次操作是从对战a倒到对战b 第三次操作是对战b出战 一旦出战之后 这个元素就不会再得到机会进行任何操作 所以一个元素那么m次操作中 我们最多对一个元素进行三次操作 那么m次操作也就是m次因会或低会操作的话 我们最多的操作的次数就是3乘以m 所以我们的算法复杂度呢 仍然是一个线性的 OK这就是我们这个算法的基本原理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的实现 代码的实现比较简单 我们有一个stay and quid这个类 这个stay quid这个类 然后有两个对战分别是a和b 那么inquid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数值压入到对战a 然后出战的时候呢 我们会判断一下这个对战b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话 我们就把对战a中的元素逐个弹出来 然后压入到对战b 最后再把对战b的顶端元素给弹出来就可以了 OK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入口元素中 首先呢我们先是inquid 我们先是构造五个元素 分别用inquid的方式 把它给加入到我们这个模拟的对战 然后再通过dquid的方式把它给弹出来 那么如果我们的做法正确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保证 这个加入对战 元素加入对战的次序和它出对的 加入对列的次序和它出对的次序是一样的 那看在这里面我们的代码是 分别把12345加入对战 它的次序是12345 那么现在我们出战的时候呢 我们也必须保证出来之后 打印出的数值次序也是12345 OK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好运行了之后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我们inquid的时候呢 次序是12345 dquid的时候呢也是12345 这就表明我们模拟的 用对战模拟的这个对战呢 它保持元素的这个先进先出的特性 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证明的话 我们的这个代码实现应该是正确的 OK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拿到我们的代码之后 自己再去这个调试一下 那么大家如果对机器学习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通过我这个链接去看一下这里面这个 通过我在简书上的链接去看一下 我在木课网上这个机器学习的一个课程 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工作号 工作的工作号的话 那么相应的这些文章呢 无论是算法啊 操作系统啊 编译原理啊 以及这个机器学习相关的内容呢 都可以在我的工作号里面获得 OK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内容 谢谢大家